大家好 欢迎大家解决这个影片 跟我一起来萨达传说王国之类 今天是很特别的一集 今天我们要回应大家的留言 不过在回应大家的留言之前 我现在人在这个地方 在一个很高的空岛这边 在107级我们一起很高的空岛 拿走那里污姆的钱挂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空岛 这里面有一个宝箱 我们没有拿 宝箱在水池里面 那看大家要怎么拿 我爬到这个荷花上面 荷叶上面 然后我用我的救济手把 我的宝箱拿出来 这个宝箱里面有 残旧的地图 拿了以后你就会知道 在地底这个地方有一个宝藏 补入了我自己没有解的宝箱 我很想要解的宝箱之后 现在来正式回应大家的留言 这是艾尤文跟张文文的留言 她说我们在同样一集 就是要去很高的空岛 这边我们要去这个很高的空岛这边 我们是从北哈特天空株岛这边 往很高的空岛这边出发的 虽然这边比较近一点 但是艾尤文跟张文文说 其实我们可以从觉醒室这边出发 因为觉醒室这边虽然离得比较远 但觉醒室这边比较高 所以如果我们从觉醒室这边通天树上去的话 这边就真的到初始空岛很高很高的地方 那我们想要到的很高的空岛在 这边 我来定个地图钉 然后我们来往我们地图钉这边出发 我们在录影的时候是用好多好多的火箭 还有这些球才到这个空岛 现在如果我们从觉醒室这边出发的话 大概花不到两个亿 我们就可以到这个很高空岛的最上面 而且不用花火箭 感谢艾尤文跟张维文的留言 同样在107集 Anyway跟艾尤文说 这个神庙的附近有很多佐纳尼乌姆的武器可以拿 而且每次红月都会刷新 所以如果你想要佐纳尼乌姆的武器的话 可以来这边拿 这边有超多佐纳尼乌姆的武器 然后如果你越后期的话 来这边拿的武器会越好 112集 波克布里灭造那一集 瓦特留言说 其实贝莱平原的西诺克斯 是一个迷你挑战 如果你在 这个避难豪这个地方 监视堡壘避难豪这个地方 跟他讲话 你就会接到一个任务 这边是讨伐队本部 这边是讨伐队本部 有三支部队 远征的部队 然后我们如果跟他讲说 我们想要知道大型怪物的情报的话 然后我们选西诺克斯的话 这样就会说 在贝莱平原 有西诺克斯 有西诺克斯 不过因为我们已经把西诺克斯打爆了 所以我们如果选他的话 我们就会马上接 这个任务 然后马上就完成这个任务 这叫西诺克斯wanted 那就感谢Water告诉我这件事情 然后是奇的留言 他留言真的超有用的 他说他看过人家用浮游戏 来浮这个卡邦达的招牌 像我之前就是用浮游石 来浮卡邦达的招牌 不过浮游石浮卡邦达的招牌 虽然很好用 但是浮游石 这样很浪费 浮一个招牌就要浪费一个浮游石 他说他看过有人 直接余料建造浮游石的 这样讲 我来把我的武器跟浮游石做余料建造 像这样 你把你的浮游石跟你的武器做余料建造 这样你什么时候 要解卡邦达的谜题的时候 你就是把你的武器拿出来 然后把它丢出去 这样就不会浪费你的浮游石了 你就直接用丢出来的浮游石 我用丢的 把浮游石丢出来 这样这样子 解好了 谜题以后 再把我的武器跟浮游石再做余料建造 这样我就不会一直耗费浮游石了 超赞的 超省的 超有用的 感谢齐的留言 106集福安赤岛的影片里面 我收到这个庄佳佳跟JS菜的留言 他说如果进到这黑色的洞窟里面 我们之前是往左边走 那如果你往右边走的话 会有宝箱 所以我现在来往右边走看看 我看到宝箱了 这在前面 宝箱里面有 镜子 三个镜子 感谢庄佳佳跟JS菜的留言 99集虐怪技巧里面 JS菜留言说 如果我们碰到很巨大的青蛙 在地底也可以用闪耀果 闪她 这样 闪她 再见了 用闪耀果 可以打地底的巨大青蛙 103集土盾树那一集 Anyway说 我们可以不用爬楼梯上去接受挑战 我们可以直接从这边通天树 就可以上去这边一概队干部这里接受挑战了 同样103集土盾树那一集 我收到堂堂日常的留言 他说这个 你喜欢一概队的设计的话 可以不用买 可以直接粘一个苹果在这个机器上面 不管粘一个苹果或粘一个香蕉都可以 你就是把它粘上去 他虽然说不要随便乱碰 但是如果你打开你的蓝图的话 哇 就已经有这个历史记录了 你就可以做出一模一样的车 不用自己买 109集 Amiibo那一集 蔡上瀚 YWC 715 Morris说 你在刷 Amiibo的时候 你可以不用像我一样 我在那集影片里面 我在调时间刷 Amiibo 他们留言说可以不用调时间 直接重新读起档案就可以了 比方说我刷到我不喜欢的东西以后 我就直接读旧档 然后重新刷 Amiibo就可以了 那110集非常之行的神庙 我问大家说 这边有一个楼梯 这楼梯在干嘛用的 然后有观众叫做 阿通 Dem 阿通Dem Slyfer 他说 这个楼梯是如果玩家不小心跑到 球洞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从球洞这个地方飞过来 这样用的吗 那要怎么样到球洞那个地方啊 Anyway 跟我说 他这个玩卡用一个铁板就过了 他就是把这铁板放45度角 像这样 停一下以后 然后来倒转前空一下 一个铁板过 等铁板回复原来的位置以后 把球叫下来 这样也可以过 一个铁板过这个关卡 蓬勃原来跟Keyu承说 在根克尔山丘这个地方 这边有爱的小手 在哪边 我怎么走都没碰到过 我本来是往左边走 看不到阿 哪边有爱的小手 我看到了啦 在这边 要很努力找才找得到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爱的小手 104集一概队的干部考试那一集 艾佑文有留言说 在格鲁德小镇里面 有一个料理研究者 是你吗 他会担心回车路上 人身有安全问题 他说 关于格鲁德峡谷的一概队 他们似乎在道路旁边的瀑布内侧出没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那么如果我们是这样104集 到瀑布的后面 却在他一概队的干部 考试的话 你解了一概队干部考试之后 你再回去跟他讲话的话 我们就 他 我们就跟他讲说 一概队已经被我们解决了 原来在举行干部考试阿 虽然听起来很恐怖 但是旅行也不至于遭遇到危机吧 他总算可以回去了 他就真的不见了 超酷的 感谢爱友人告诉我这个资讯 108集彩石是岛的影片里面 Anyway留言说 这个机关 本来我们是用石头压下去 说可以用大轮胎举高放掉 压下机关也可以做一样的效果 就不用直接投石头进来了 那这个是Neptune 5 他说用3到4个木材 压重量 压重量 加上机关 我自己有试过 我在试的时候 3到4个木材不行 不想观众来试试看 会不会可以用3到4个机关 可以按下这个按钮 那庭留言说 可以用浮游石来压机关 这个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已经压过了 然后没办法重压了 那感谢庭跟Neptune 5 还有Anyway的留言 大家可以试试看 不要用石头 如果还没有起的话 直接用大轮胎压 或者用木材压 或者用浮游石来压 看看行不行 那这就是这一集的 萨达特殊王国之类 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感谢大家的留言 大家留言我都会看 欢迎大家留言给我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